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继霹雳国际多媒体挂牌新贵之后 华言音乐宣告正式挂牌 旗下拥有28位艺人 主要的业务包含了流行音乐制作 还有著作权的授权 以及演艺经济等等 尽管在台湾的音乐市场逐渐萎缩 但是华言强调 他们是看好未来中国大陆市场 绝对会努力经营 女子团体SFG 林佑嘉 还是动力火车等28位艺人 隶属的华言音乐 以每股108元上汇挂牌 是第一家以音乐为主的 文创产业上市贵公司 对整个产业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 华言公司何彦琳总经理超罗 包括大中华区总裁何彦琳 董事长吕燕青等人 敲响锣鼓高举祥宾庆祝 华言不止旗下有艺人为公司 赚进大把钞票 主要业务范围 还有流行音乐的制作发行 著作授权以及艺人演艺经济 未来更放眼大陆市场 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只会做的更多 那也会希望跟那边更多的同业 也做合作 也发掘更多的新人 不管是目前或是幕后的 肢体销售 在现在数位的时代的影响下 它没有办法成长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授权收入 跟演艺经济收入上面 都可以再成长 华言成功上跪挂牌 旗下立鹏偶像团体 Popu Lady也到场助阵 翻开累计今年前三季EPS3.13元 毕竟去年全年的3.17元 财报成绩亮眼 文创股展现软实力的 还会以布袋戏起家的 霹雳国际媒体 衍生出包括线上游戏 未来还要跨足动画电影 显见台湾文创产业 惊人笑意 零售处付 他们到